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四月的春天 斜着和煦的阳光降临在人间 夹杂着青草香的春风 温润缅然的细雨 桃花锦簇盛开 是爱 是暖 是希望 是人间的四月天 在家不好意思瘦了八斤 腹肌一直都有 林俊杰的关键词 我是最近播放了最高的 我的歌比较抒情一点 然后偶尔也会听一些 黑怕的歌 数不胜数 就是想到就会去买来抽吗 不要问这个话题 大家看过我视频都知道 我没有车高过隐藏吗 之前以为抽到了还是假的 那就是去超市买东西 家里面这么久没出门 肯定是买了东西都匮乏了 绿色 万物增长 青草的香味 迅速恢复身材的秘诀 就是多吃点 曾经非常喜欢我的人 停止去到的音乐 没有这样的 让我有保护欲一点 然后 一定要心地善良 然后有孝心的 很多地方都很想去啊 就是尤其是疫情在家都闷坏了 然后我觉得 等疫情结束以后 可能会先从国内的一些景点开始旅游 我觉得这个的话 得看我接的戏里面 有没有这个情节 如果有这个 就是我会有这个拍摄的情节的话 我会去拍 直播交代 做美食 等我抽到盲盒吧 抽到隐藏款 新技能就是 我把泡面 水饺和炒饭 它们三个完美地融合在了一体 我其实从小对做饭就比较有兴趣 然后小时候家里面 有人做饭都挺好吃的 我就跟他们可以学了这道 因为我 从地势开始 就是一个特别非酬的人 就是不管是瓜瓜乐啊 还是什么 从来就没有回过本 然后想试一试挑战一下自己的小运气吧 可能运气都拿来遇见了你们 体验到了不同职业 不同家庭环境的人的人生 这个想到就是这个人蛮好相处的 就不会给别人一种就是 嗯 不想跟他多有过多的交集 这种的 这大挑战我觉得应该还是经验不足 因为 呃 我 还是 这个领域里面的新手 然后 也会 慢慢的 积累经验 如果你可以 正确地接受别人对你的赞美 那你就可以 正确地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 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赞美而 变得 呃 骄傲 也不会 因为别人对你的批评 让你 选受打击 每一刻都让我充满希望和欲力量 不管 不管是不是我 大家都要这么想 正能量 铁子 正能量 点赞 呃 因为长安上年型马上就要播了 然后 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一般都是在围绕 长安上年型的宣传来做 嗯 很久 没有见到大家了 分享大家 然后 希望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然后 在家里面 现在还不能太出门嘛 然后 在家里面 一定要注意 身体健康 对 正能量 嗯 哈喽 新光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锡泽 这是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包 然后我们来看看 里面装了什么 首先打开包 发现 这个是 每个人都会 带的充电宝 就不必多说了 这个是 因为最近疫情的期间嘛 然后出去难免会 用手碰到一些 在家很多人接触的东西 就带了一个 医用酒精消毒液 然后 你平时 摸完一些 大家都能接触到的东西以后 就用它消毒 然后 然后是耳机 然后这个 这是一款我非常喜欢的 美伊纳多 必优 日本温泉水 上妆前后都很适合 尤其是在 初差啊 然后 平时熬完夜了以后 都会让皮肤保持清爽健康 非常温和的状态 推荐给大家 好的 那么今天的分享之旅就结束了 大家 拜拜 拜拜